在这边我们要怎么样呢 蓝的部分 这个裂的部分不要改 所以这边请你怎么样呢 把它改成R加E 因为它的要填颜色一定是跟上面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都要改成R加E 这个没有问题 第一个 R加E 裂确定了 再来是蓝 我要在第几蓝开始填 开始填的话一定是5加上I 5加上I 一定是第五蓝之后 第五蓝之后嘛 所以第五蓝应该是 第一个是第五蓝 我们是从哪里的 1 2 3 4 第五蓝开始填 第五蓝开始填 5 6 7 如果三填的话就三填 大家记得3就再往4 5 6 再三填 7 8 9 有没有 要记得天数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后面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 range RANG 刮弧 然后比如说 我是放在那个 Z1 Z1的那个储存格里面 Z1储存格里面 我里面有放资料 放那个比如说 预设值是0 可是呢 当然有可能怎么样呢 你可以第一次没有填 如果说里面 预设值当然你变成说 你预设值要给它0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怎么样呢 变成填颜色 不不不不 跟这一样 把这个填成白色的 就看不到了 其实里面有个0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 在练习的时候 让它出现好了 这边有个0 好 那也就是说呢 预设是从0开始 0开始 那可是之后要怎么增加呢 要修改它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当程式跑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呢 Range 这个值有没有 当这个程式跑完之后的话呢 我要让它加上什么呢 它等于 它自己加上多少呢 加上Z Z的话就是天数 加Z之后的话呢 三天 如果下一次还是三天 再加3 那这个数字不就会怎么样呢 会被改 改成3 然后下一次再加3就是6 6再加3就是9 6再加3就是9 一直